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您现在收看的是辽沉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大宝 大家好 我是孙霞 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真正爱你的人都是表面严肃 心底里却藏不住温柔的那个人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好 今天我们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依然是来了八位靓丽的女嘉宾 让我们掌声请出她们 有请 依然是八位靓丽的女嘉宾 我发现她们越来越会打扮了 尤其我们的三号女嘉宾好粉的 我才为了只能找到我的真爱呢 为什么呢 幸运色 幸福嘛 粉红色的回忆 对 是吧 好 希望能够带来幸运 谢谢 按照惯例 我们每次开场 侠姐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都会向她提问 你和姐夫是通过什么方式相识的 一段舞蹈 我是老师 她是学生 我当时就教她下横叉 然后她裤子开了 我帮她缝 然后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要缝在了一起 那有没有过就是相亲的经验 有过 父母很着急 所以就安排相亲 那您对这种相亲的方式接受吗 那就要看相亲的对象是谁了 就比如说为你相亲的 帮你帮忙的那些人 靠不靠谱 这很重要 就比如说 而且选择就很靠谱啊 这样我问问厂上的 我们八辈姐姐 您在生活当中 有相亲经历的举手 示意我一下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一号姐姐 只有一位女孩 六号姐姐 遇到过那种人 转身就想走 一句话也没想跟她说 看着也不顺眼 长相啊还有那个 反正哪方面吧 看着都不如我的眼 那你能转身就走 一点面子不给啊 反正没给面子 转身就走了 有个性 因为 留下那位男士 在风中凌乱 来问问六号姐姐 就是从我姐姐介绍的 一次就成功了 然后我就离婚了 这个回答我觉得 非常的简短 而且有力 看来可能大家 对于这个相亲的方式 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不管您是通过 什么样的方式 最主要是要选择正确 适合自己的那个人 没错 来吧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啊 可以说也是一位帅哥 今天他也将面临一场相亲 十一对吧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 非常幽默的高光男嘉宾 闪亮登场 掌声请 打赞声请 在祝国辽阔的大地上 动人的歌声会成海洋 两三月心叮咚扬 飘铃路声悠扬 天山手骨极月 东海歌跳荡 歌声配出歌族人 同心来是打的 来吧 但是我已经观察到了 还让握手呢 导演歌底是比划 她面对女嘉宾唱歌诚选望了 是不是中间那一段诚根本就没有 就 不是 我觉得 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说完了 你说今天男嘉宾会是高光时刻 这个高光真高 上来 李叔 又来的选择了 哎呀 你咱老来呢 咱老没牵手成功呢 到现在还没找对象呢 我没着急 哎 不是 李叔你刚才在台下跟我咋说来的 你来这除了找对象之外还来 玩儿来了是不 就愿意来是不 对 玩儿谁来了 我没在书 我来是个高光时刻 让你给我整习碎 那今天我们的场上谁甜谁香 那不能明说那个 那不能明说呀 那你偷门说 你偷门说